你好 你好你好 嗯 你来摄像啊 对啊 你摄像站这一股角度不好 你这个镜头朝这一边那个房子要好看的 嗯 你站过来嘛 你自己看嘛 在这里来 哎呦我们跟他摄 你看这里来 对上去 你看对上去嘛 对了 慢慢的移过来 放过来一个胶带 嗯 行了吗 然后走啊 是不是啊 嗯 行不行吗 好得很累 啊 好得很累 你看我摄的 来我看看 你把这些镜头取了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些镜头你可能找不到角度 看见没有 好吧 这些角度 摄不摄的 大叔你一直在 你看你看你看 你是一直就是生活在这里是吗 我生活在这里 然后你是当地人 对我们这个厂镜已经七百多年了 这就是这个地方已经七百多年了 七百多年了 还有什么 你看我再翻一点给你看 看一看 看一看 这是这个上面一个酒厂 这是什么 是不是啊 嗯 很好的 再来正面 再来正面 我把整个三条间 基本上以前没有动的 照完了 以后他们改造了以后 老样子是什么样啊 我就留有照片了 就看不到了 就看不到了 你看 这个是八月底拍的 你看 这个位置你有吗 没有啊 我们来的太晚了 就是拍电视剧组的一条间的 内容好呀 这个好 那个画家 摄影家 最喜欢这里 从黑龙江北京上海都来这里了 不好画的 画城市 几根直线就拿下来 对吧 这个是不好画 这是错诺乱的 你看啊 这个一线天 这是上面到下面那个调角 层次感就出来了 是不是嘛 景深有了 层次感有了 这就是出太阳照 刚才你是下雨 你看这个太阳出来 那个反光啊 高上去矮下来 多好啊 谢谢 你看嘛 这些反光出来 这边没有太阳 那边参观进来 多好啊 你是一直就是生活在这里是吗 我生活在这里 然后你是当地人 对 我们这个长征已经七百多年了 那这块 七百多年了 七百多年了 是朱元璋明朝初年 执政的时间就在这里开发出来了 哦 是他那个朝廷一个将军姓名 李清 李将军 到四川来完成一个任务 大功告成以后 返回朝廷 朱元璋头脑崩回 大量宰杀中城 他就没回去 带起部队 在这里 开荒走地 住下来 嗯 那这些我看到这些楼啊 就是这些还 这些没有那么多年 这个是 这是换了几次的 这大概有多少年 这些大概就是一百 一百年的左右 哇 那一百年 我们这里的牧房啊 嗯 点火都烧不燃的 因为这里有烧煤 烧煤 煤里面的牛黄 含牛 那个牛黄胭脂把它熏了 哦 熏了就点不燃了 这个吊桥没去吗 没有 没有呢 你看这是检方高苗之前 先前部队在这里整理 被地方上的土匪陷害了 齐味链石 修了一个链石剂叶 哇 这里是原汁原味的 嗯 发散了 你到柳江去过没有 去了 柳江去了 柳江是搞经济开发人 打造的 你看都不懂 你看这没有人搞 很明显的 青台都上了 是不是 现在我在一个村上 看到我身后的房子了吗 像不像一栋栋那种别墅呢 我现在位于就是四川的峨眉山市的一个景区跟前 然后这里 看到我身后的这些 已都弄别墅了吗 这个地方是当地就是这个村民的拆迁房 哇 拆迁安置房真的是太好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吧 这个房子它的 呃里面的环境呀 还有它的价格呀等等这些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块的房子出租吗 卖吗 我今天就带大家一一揭晓 我们进去去我住的那一家 然后去找那个老板娘聊一聊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 就是这两天在这住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种楼 好 这有总共四层 看这就是我们租住的那个房子 这两是一厅一卫一厨的 哎 还是很大的呀 尤其是我超级喜欢他们这个大阳台 好 这样子 出去哇 看 就能看到这个超大的这个景区的停车场 那块放满了那些 就是看那些旅游车 还有私家小车 然后 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他们这儿的那个绿草坪 专门做了 你看 从这块望下去 这是那个 进村的那算是一条主街道 然后里面的话非常的大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大姐家的房子 这二楼这一层全是他们家的 然后我们那个大房子已经看过了 来看一下 大家这边的小标尖啊 还有这边带阳台的这个标记 哇 看一下这个感觉 这个跟酒店没有啥区别嘛 看 应有尽有 两张 这个 哇 这是太大米 太大米 然后这块都非常的新 看 那空调呀 大电视呀 然后这块你看 什么都带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看到那个超级大那个阳台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你看一个超大的一个这个卫生间洗澡呀什么的都很方便 姐咱这儿房子你们这儿住过来多少时间了 两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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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栋都是你们家的吗 是的 一人一层 一人一层 对一层 这是三层 这个是 总共是四层嘛 四层下面是三户 然后二楼三楼四楼就是一层楼一户 这一层楼有多少平方 一百六十多 两套嘛 两套就是 就是这一层楼嘛 加起步加这个羊排呀 光是房子里面的面积是百一百六十多 这是给你们就是拆签给你们赔的是吧 对啊 安置房嘛 哦那是按平方给你们赔吗 哪个 就是房子 房子是 房子就是一个人就是四十平米嘛 我们三个人就是一百二嘛 超出了平方你就付钱 然后剩下的你就是补给他们是吧 哎 还有一个那个煤面嘛 煤面本来一个人是五个平方嘛 然后超出了也是付钱 那之前你们这块补的话 大概是补多少钱呀 我们之前这个房子和那个煤面 就是 接近十万块钱 那也挺便宜的呀 对于现在来说 你们现在这房子如果卖的话 能卖多少 卖这 我们这个地带呢 可能在卖一万多 一万多万 这是租的话 就是我刚过来哦 看那边有很多的那些房子 好像有空的 然后他们这边出租 是常年出租的那种吗 有 这块房价就是出租房价 大概在多少到多少 一万多 一个月 一年 一年 我们这里是讲一年 不讲一个月 一年一万多 一年一万多 是五十 五十 五十 五六十平方的是吧 五六十平方 五六十平方 一年一万多 也就等于一个月 就是一千 一千来块钱嘛 那最便宜的大概呢 最便宜的话 待装修卖 大概得多少 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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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装修的 最便宜就是六千 没有装修的最便宜也得六千 关于这里的房价 刚才大家也听到大姐介绍了 他们这块差不多就是每个人 在分到四十平方的房子 然后他们家是一百六 然后其余的都是贷款 然后因为这个村子呢 就是每个人分到的那个平方比较大 而且这块也是景区内 所以他们把这个村子慢慢的就变成了那个民宿 大家能看到这块的房子啊 几乎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个小别墅那种感觉 而且这里就是四川的女性 是真的太能干了 我着实的佩服 真的很佩服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下期见